收条怎么写 一个完整的收条通常应由标题、正文、落款三部分组成 1. 标题写在正文上方的中间位置,字体稍大 标题的写法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由文种名构成 另一种是把正文的前三个字作为标题 而正文从第二行顶格处接着往下写 2. 正文一般要写明下列内容 即写明收到的钱物数量、物品的种类、规格等情况 如果是收到的钱,还要写上收钱的原因 3. 落款 落款一般要求写上收钱物的个人或单位的名称姓名 属上收到的具体日期,一般还要加盖公章 是某人经手的,一般要在姓名前属上经手人的字样 是别人代收的,则要在姓名前加上代收人字样 2. 确认